如果说让我选择一个人 接下我手中的火炬 那只可能是这个家伙 篮球知识Michael Jordan 曾在访谈中说到 Magic Johnson曾说 我不是一个容易被打动的人 但看到这个孩子打球时 让我有一种错觉 仿佛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这个男人所拥有的飘逸环丽的球风 在90年代中期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 成为了他的球迷 我身边的一些老球迷曾跟我谈起 虽然他在NBA中的巅峰岁月 像流星一样绚丽夺目 却稍纵即逝 但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 他仍然是很多老一辈球迷心中 最喜欢的球员 生活在美国田纳西州的 Andy Hardaway 是当地有名的浪荡子 他的孩子在他穿着喇叭裤 在外面撕混时出生 1971年7月18号 曼菲斯当地的一个小医院 Andy的太太Faye Hardaway 给这个家庭诞下了一个男婴 Faye给他的孩子取名为Anthony 旁边的医生 不知因为疲倦还是没注意听 他在姓名栏飞跨地写下了Anthony 于是Anthony Hardaway就这样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和很多70年代出生的黑人球员一样 Hardaway的家庭完全靠着母亲和外婆在支撑 他的不靠谱的老爸隔三差五才会回家一趟 而妈妈菲在Hardaway三岁时 也决定外出赚钱 他不希望自己的命运 被孩子以及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公拴住 于是Anthony Hardaway早在70年代 就经历了留守儿童的痛苦 他和祖母相依为命 祖孙二人住在贫民窟一间简陋的单人房间 他的母亲只剩前往加州寻找梦想 后来小Hardaway听说 母亲菲在那边的酒吧当上了助唱歌星 能挣到一点钱 母亲菲就像大雁一样 她每年的圣诞节都回家探望儿子 但是从没有照顾过她 直到小Hardaway14岁时 她才结束了奔赴沿海打工的生活 而从3岁到14岁这段时间 便是小Hardaway和祖母建立情感归属的岁月 由于外婆常常称呼外孙为Purley 而美国南部地区的方言 独作音似Penny的发音 因此Hardaway从小就把自己的乳名当作外号用 外婆成为了Penny生命中的分界线 她把动荡和危险隔在了另一边 用自己的谨慎和严厉 将这个没有父母管教的孩子 教育成合乎当时价值观的样子 外婆十分注意Penny的安全问题 要求她每周三都要待在教会里 每个晚上都要准时回家 外婆的规矩很简单 不许说脏话 要争取最好成绩 做完功课才可以看电视 放学后要直接回家 可以说Penny小的时候 在没有父母管教的情况下 可以健康成长 多亏了那时候 外婆的尊尊教诲 后来Penny到了可以参加 校内课外活动的年纪 她要选择一项体育运动 作为自己强身健体的技能了 她的首选是美式足球或者棒球 与此同时 篮球已经开始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但外婆却坚定地认为 Penny过于瘦弱 不适合橄榄球这种激烈的运动 因此Penny的未来 在这个阶段 跳上了另一条分界线 她开始打起了篮球 Penny开始在社区中心 表现出了她打篮球的才华 她以平民区为起点一路向外 足膜的教育与她的自律 逐渐养成了她在球场上的球风 Penny打球时不骄不躁 沉浸似水 由于沉默寡言 多是偶点过于内敛和文静 Penny进入高中前 刻苦训练一号位的基本功 几乎拥有了外线球员 所需要的全部技能包 在高中时期 Penny展现出异于常人的篮球天赋 场均36.6分 10.1篮板 6.2助攻 3.9超节 2.8火锅 那个时候的Penny 堪称高中生理 最具才华的双能位 1990年夏天 Penny18岁 此时的她已经两次当选为 曼菲斯市全年最佳球员 当选全美第一阵容 被美国今日时报评选为 全国最杰出的 前25名高中篮球运动员之一 Penny凭借着打篮球的天赋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身家大涨 作为实质异议 以及实际上的第一高中生 她完全可以选择 美国的任何一所大学 但Penny选择了 距离自己外婆最近的地方 曼菲斯大学 但是 美国有7个州要求 学生必须参加ACT考试 其中又包括田纳西州 Penny在这里长大 ACT考试 比SAT 更侧重于学科知识测验 体育的运动才华和天赋 并不能帮助Penny 由于她在ACT联考中 未能获得指定的分数 大学一年级便被大学联盟指定 不能参与NCAA联赛 18C的Penny 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她在日后回忆时说 你想想看 当你走在家乡的大街上 人人都说你是一个笨蛋 这个滋味真的不好受 不能在NCAA展现自己的篮球天赋 还不算最糟 有句话说 厄运专挑苦命人 绳子专挑戏出断 此年春天刚结束 具体时间为1991年4月28号 晚上9点35分 Penny和她的表弟在后者家门外 被四名男子包围了 其中一人用冰冷的武器 顶住了Penny的额头 两个男孩茫然无措地高举双手 其余同伙快速搜刮了 他们身上的每个口袋 Penny背包里的现金 项链和球鞋被洗劫一空 得手的四人跑上车后 居然向着Penny两人的方向扣动了扳机 弹头集中水泥地 很不幸地反弹到了Penny的脚上 这次意外导致Penny的三条腹骨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但凡位置稍偏一些 就足以毁灭Penny还没有开始的 职业篮球生涯 Penny在日后说 我真的无法想象 外婆是怎么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 保护了我19年 当时经过手术的取出后 没有任何危险的翠片 留在我的脚内 也没有影响我的跑步和跳跃 每天我都为此事 感谢上帝保佑了我的生命 并赐予我在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 经过这次死里逃生 化险唯一的经历 Penny意识到了什么 从此改变了学习和打球的态度 Penny开始努力训练 用功读书 再也不沉迷于玩乐和学习之外的事 从二年级到四年级 他连续三个赛季 都是球队中学习成绩最优的球员 赛场上 Penny场均17.4分 7篮板 5.5助攻 他是NCW中部分区中 唯一一个无论在得分 篮板 助攻 抄截和火锅方面 都处于前五的大学生篮球运动员 Penny在随后的时间里 在ACW赛场 去差风云 风头无两 大三赛季时 他还被美国篮学所征召 那个时候的Penny Hardaway 与Chris Webber等大学球员 成为了92梦幻队的陪练 Penny在92年的春天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 Jordan Larry Bird 魔术强森等超级巨星 和这些金字塔顶端的球员对抗 令Penny受益匪浅 何况 他和队友们 还以62比54 赢了一场训练赛 Magic非常欣赏Penny的能力 他说 和这个孩子打球 就像看见 镜子里的我自己一样 毕竟Penny也是一位 拥有着2米01身高的空位 Penny大三的数据为 场圈22.8分 8.5篮板 6.4助攻 他连续两年 打进全美第一阵容 被提名最佳篮球运动员 破纪录的 连续当选了4次周最佳 Penny Hardaway 创造了曼菲斯大学的 最高得分 729分 和73个三分球的记录 靠着上述光辉的履历 Penny Hardaway 决定提前一年 进入职业赛场 在1993年的选秀到来之前 魔术队的当家球星 Sherky O'Neill 对魔术队的管理层说 我只想和Penny Hardaway打球 于是 魔术队在一帮天才中 用自己连续第二年 获得的状元签 选择了Chris Webber Penny则被勇士队用碳花线摘走 随后交易发声 魔术队将Weber送到金钟勇士 换来Penny 为家三个未来选秀权 双方各取所需 Penny进入NBA后的第一件事 便在家乡买了一套大房子 给外婆住 他第一个赛季的薪水为 126万美元 1993至94赛季 篮球之神第一次退役的空白棋 Penny场均16分 6.6助攻 5.4篮板 2.3超截 他和O'Neill的搭档 让上赛季还是余南的魔术 本赛季就以50胜32负的成绩 打进了队史第一次季后赛 可惜在季后赛首轮 便被Ridge Miller的6码 以0比3送回了老家 虽然本赛季的最佳新秀 被Chris Webber拿下 但奥兰多当地的球迷 早已被Penny的出色表现所征服 夏天 据说Penny为争取自己的权益 而要求重新洽谈合约细则 据传言道 他要求魔术给自己一份 1亿3400万的12年合约 额外要求是合约要多过O'Neill 休赛期的江湖看起来风平浪静 顺眠之下却是惊涛骇浪 Penny强烈否认这个谣言 最后以一份9年7000万的合约 再加额外奖金 了解了此次传言 但天真要强的O'Neill 心里却埋下了不悦 两人的关系也有了看不见的裂痕 94-95赛季 Penny以51.2%的命中率 场均砍下20.9分7.2助攻 赛季终极 Penny首次以首发球员入选全明星 赛季末入选最佳一阵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赛季 赛季结束后 魔术战机比上赛季提升了7个胜场 总战机为57胜25负 最后在首轮击败赛亚提克 四轮面对45号Jordan率领芝加哥 最终魔术4比2淘汰公牛 东区决赛 魔术在抢气大弹之中 复仇印第安娜六马 创进冠军赛 总决赛中 魔术队直面上赛季未免冠军 老而迷奸的火箭队 不知道怎么面对大梦 他太年轻了 而且确实他和Penny的 第一次冠军赛之旅 几万迪斯杰最后10秒 魔术110比107领先火箭3分 魔术队的Nick Anderson 接下来居然给鬼使神差的 连续四发不进 这二火箭先坠平了比分 让他们在延长赛 靠着关键布兰带走胜利 而完成布兰的球员 正是奥拉主网 而这场让人隐恨的失利 让魔术队再也没有接近过胜利 直到火箭4比0带走冠军 95-96赛季有些特别 研究魔术队史的人 一定不会否认这个观点 魔术常规赛三连跳 砍下60胜22负 O'Neal就打了54场常规赛 Penny打满82场 可惜魔术的60胜 只能排在联盟第三 第二位64胜的超音速 第一是公牛 正骨朔金的72胜 球队进入季后赛后 魔术首轮3比0淘汰活塞 四轮4比1淘汰亚特兰大老鹰 东部决赛 他们执念Michael Jordan率领的公牛 但这次篮球之神完美复仇 4比0将魔术横扫 季后赛期间 Penny表现稳定 场圈23.3分4.7篮板6主攻 但属于魔术的辉煌时代 基本结束了 因为96年夏天 O'Neal离开了球队加猛呼人 奥兰多管理层不愿意在鲨鱼身上 付出他所期盼的薪水 甚至公开让奥兰多人民 在报纸上投票 结果支持O'Neal的球迷少之又少 大鲨鱼在这座城市 已经感受不到爱意 他转投洛杉矶拿到了满足的顶心 开启了自己的紫金生涯 但96-97赛季开始后 没有了O'Neal的魔术 很快便失去了往日的能力 战绩跌至45上37负 Penny只达了59场常规赛 而从Penny的常规赛出战曲线来看 从该赛季开始 他的出勤率便开始出现下滑 而这只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赛季而已 结果赛首轮 魔术的对手是热火队 前两场比赛在热火主场进行 最终热火带着2比0的绝对优势 来到魔术主场进行G3和G4 原以为可以轻松拿下系列赛的热火 却遇上Penny手感爆发 他在G3砍下42分 支持他职业生涯季后赛最高得分 同时帮助奥兰多拿下一场胜利 而在G4 Penny又轰下了41分 也去两场季后赛40加 奥兰多的每一任一号 似乎都是得分爆发力强悍的家伙 Penny的优秀表现 任热火在G5对他进行了针对性的防守 最终热火以91比83拿下了系列赛 尽管Penny得到了33分 当时2中8 仅有36.4%的命中率 魔术输了系列赛 可是独自带队的Penny 却赢得了穷迷的掌声 本赛季的热火 61上21副 贵为东部第二 球的游泳三巨头 Alonzo Mourney Tim Hardaway和Jamal Marshburn 而魔术拿得出手的巨星 只有Penny Hardaway一人 但热火却被Penny的个人得分秀 逼到了绝境 进入97-98赛季 魔术41上41副 没有打入季后赛 可麻烦的是 Penny受到膝盖扰骨伤病的困扰 他在这个赛季仅仅出战19场比赛 他的投篮命中率下降到37.7% 跟前几个赛季相差甚远 即便如此 赛季中期的全明星 Penny还是东部后场的首发球员 不过这也是他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全明星之旅了 进入新赛季后 NBA因为停摆 只打了50场比赛 Penny全情 可没想到 这竟然是他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的赛季全情 气候赛首轮 对手是更年轻 更凶猛的Allen Iverson 最终其友人3比1 结束了魔术的98-99赛季 同时也结束了Penny 在魔术队的球员生涯 此时的魔术已经打定主意 要将他交易出去 他们想要一个更年轻的二号位 另一位乔丹接班人 Grant Hill 和潜力无限的Tracy McGrady 成为了奥兰多管理层的目标 在1999年夏天 Penny离开了奥兰多 被交易至凤凰城 可是Penny的职业生涯 并没有像太阳一般 冉冉生气 反而在离开魔术以后 Penny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了迅速的下跌 99-00赛季 Penny场均贡献 16.9分 5.8篮板 5.3助攻 1.6超节 他打了60场比赛 而在季后赛 Penny场均20.3分 更是全队最高的数据 这也让支持他的球迷 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可Penny的这些精彩表现 更像是回光返照 在季后赛中 Penny的膝盖出现伤情 即使如此 他依然选择带伤上阵 和年轻的对手们 打得难解难分 接下来的00-01赛季 他在1月份打了4场比赛后 膝盖软骨伤病 再次让他赛季报销 单赛季只打了4场比赛 也让支持Penny的球迷 再次陷入绝望 从此Penny再也没有缓过来 职业生涯再也没有能力全勤 投篮命中率也越来越低 Penny的职业生涯后期 投篮命中率 再也回不到00-01赛季的水平 防守能力的下滑 让净链不敢给他太多的时间 Penny的速度 跟不上对位的球员 他的经验 也无法让他形成优势 因此选择重建的太阳 在03-04赛季 把Penny送去了纽约尼克 05-06赛季 他又被尼克交易到了魔术 魔术毫不留情地 直接将其裁掉 06-07赛季 Penny没有得到签约的机会 07-08赛季 热火牵下Penny 他与O'Neal再次完成组队 彼此相看还是彼此 但他们的运动能力 却不是95年那个时代了 令人唏嘘 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赛季 Penny只打了16场比赛 便被裁掉 他的职业生涯 也彻底宣告结束 在NBA老生常谈的 如果话题中 他的名字 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在名单里 如果他不那么着急付出 慎重再慎重 保持健康 会不会改变NBA的历史呢 如果当时有Nio没有走 他们二人的组合 是否会在后乔丹时代 掀起套天巨浪 彻底改变联盟格局呢 如果没有生病的困扰 他是否能像Kobe LeBron一样 拥有无比辉煌的职业生涯呢 这些问题 不仅仅是联盟和球迷 他自己也经常会去思考 但人无法一直停留在过去 他决定回到 自己的母校拿起叫鞭 虽然他已经无法 完成梦想中的成就 但依然可以为 新时代孩子们的篮球梦 指引方向保驾护航 还是那句老话 虽然他在NBA中的巅峰岁月 像流星一样 顺利得目 稍纵即逝 但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 他仍然是 很多老一辈球迷心中 最喜欢的球员 No.1 From Orlando Magic Anthony Penny Hardaw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